現在在醫界有特別 比方以肺癌來講的話 什麼樣是比較精準的檢查嗎 一般現在的話 如果要做肺癌的話 通常還是會做低劑量的 胸部的電腦斷線掃描 這個是體檢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選項 那通常的話 大概0.2 0.3公分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但是問題就是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小小的肺結結 或是說 它是一個毛玻璃狀的東西 那到底這個是 有可能什麼樣的 當然要有醫師去判斷 有可能它有幾種原因 我們常常會跟病人解釋 就是說第一個 它可能是一個正在發炎 感染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發炎的反應 一個小小的毛玻璃狀的東西 那第二個會不會說 它只是一個良性的 一個血管瘤 或是說它只是一個 良性的一個腫瘤 那第三個會不會是 它是之前發炎 或是曾經受傷過 它形成一個疤 小小的一個疤痕 第四個話就是說 還沒有成型的一個腫瘤 因為它還沒有 邊緣還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只要它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我們通常也沒辦法去 直接去跟它做開刀 或是做治療 或是做確診 因為那種細胞太少 你沒辦法去抽那個細胞 來做化驗 但不管怎麼樣有檢查 你至少知道 可以做後續的追蹤 或者跟醫師討論進一步怎麼處理 以日本民眾來說 他們肺癌初期的確診率 是臺灣的兩倍 怎麼辦到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 他們的低盡量電腦斷層 比較普及 然後那麼初期確診率 大約百分之四十 而且他們有免費的 讓民眾來做 現在臺灣是要自費 對不對 OK 臺灣自費大約多少錢 七千五 七千五 如果有需要的人 或者有家族史的 還是建議去做一下 像他們是四十歲以上的成年年 每年補助一次免費檢查 這至少是在肺癌上面 現在比較先進的檢查方式 我們記者也特別去採訪了 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低盡量電腦斷層檢查 其實是拖掉躺上來 躺在這個地方 進到醫院裡頭的高階 引向檢查中心 只要躺在這台大型儀器上頭 五分鐘時間 就可以對肺部進行詳細檢查 肺癌成了新國病 只是一般的人可能會認為抽菸的人 或長期接觸空氣污染的人 甚至是年長者 才是罹患肺癌的高危險區 不過現在也出現了 不少例外的個案 如果民眾想要更了解 自己肺部的狀況 可以透過健檢中心或是胸腔科 以自費的方式做Lodos CT的篩檢 再針對篩檢結果練起追蹤 檢查處的影像要經過後處理 透過電腦進行初步判斷 這個地方就是電腦 他覺得有腫塊的位置會先做個標記 那我們會把這個標記拍下來之後 再有醫生去做判斷 這肺癌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 目前雖然需要自費 醫學中心費用大約在五千元 但好處在於檢查前不需進食 不使用顯影劑 比起X光片 輻射劑量低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肺部看得更清楚 我們X光有四個視角 第一個就是心臟 在心臟的前後面有時候會被擋到 尤其比較小的腫瘤 第二個就是在肋骨的地方 或者是在大血管的地方 或者是在橫隔膜的地方 那我們做這個低劑量電腦斷層 就可以排除這些視角 根據國健署的報告指出 台灣前十大癌症排名前四位 分別是大腸癌 肺癌 乳癌和肝癌 而平時不屬於高危險群的民眾 通常頂多做個X光片檢查 初期肺癌就容易被忽略 有近六成的人發現時 已經是肺癌第四期 這也是不少癌有的經歷 他的問題是久咳不遇 他就是老是咳嗽 所以先從一般的診所看起 之後到大醫院去看 就還是咳嗽 還是沒有辦法好 那照了很多X光的檢查 都不能夠解決他的問題 他持續了半年 一檢查就發現肺腺癌一期 國健署目前正在研議 預計一百零七年推動肺癌 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的試辦計畫 未來民眾可能只需要部分負擔 不過可能的負面影響 仍在評估中 因為這個肺癌 基本上發生率現在提高很多 所以有這個所謂的試辦 哪一些人可能可以用得到 一般來講 大家剛才這有聽到 就是說X光有太多的死角 而且他一般來講 要一公分以上的那個東西 他才看得到 那現在這種低劑量電腦斷層 可能低在零點二 他就看得到了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經過就是 就好像我們不會叫每個人 都去做大腸 大腸禁一樣 你還是要有高危險群 比如說你家裡面有家族屎 或怎麼樣 肺白的地方 我們認為也是這個樣子 低劑量電腦斷層 應該在一些有危險因子的人身上 四十歲以上就可以開始做 比如說你長期在抽菸 比如說你家裡的人 有人得到肺癌 對 然後你又抽菸 你當然是高危險群 或是你長期在游泳裡家工作 或是你是個游基工 你只認為你有那些危險因子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參加明年的試辦計畫 來去做這些檢查 好 那照出來常常看到的就是結結 像很多人去檢查 像大腸好了 大腸禁 他就知道說 如果有席肉要切掉 那這個結結的概念是什麼 是看到就要把它剷除嗎 如果說低劑量電腦斷層散錶 做出來有結結的話 我們會先判斷說 上面有沒有鈣化 如果說有鈣化 通常就是良性了 那這是舊的 如果說是沒有鈣化的結結的話 大概小四公分 零點四公分 零點四公分以上 對 我們大概會用最終的方式 來跟病人講 那如果是零點四公分 到零點八公分的話 大概半年會一定要追蹤一次 那就是怕說以後它變大 或是變實質 慢慢實質化 變實心 是嗎 變實心的 對 本來是像毛玻璃狀 那變實心的時候 那這時候大概二性的機會 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說 用微創手術直接把它切除 醫院 你那時候切除之後 有任何的不舒服嗎 一般都不會有任何的不舒服 內視鏡頭現在已經很很進步了 那剛剛醫師提到說 明年要示範那個所謂低激量 電腦斷層 除了是高危險情 其實最高危險是在 是在工業期 尤其是在火力化電廠 跟石化氫的那些機民 那我們一直在提倡就是說 國家既然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空污防治基金 空污防治基金一年是有十二億 十二億 十二億 如果我們拿去黑白開 萬多人可以開掉 實際上應該是要拿來 應該把這個錢花在這種所謂的 做到空污 傷害的這種高危險 去做檢查 那目前我看 一直在搓菸稅 搓得很高 菸的黃金 菸的黃金 可是空污的費用 沒有再增加 事實上這些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危害者 那另外一個我們還能做到的地方 就是家庭的馮化乳 我們每一個縣市都有一個所謂的垃圾的 馮化乳 那臺灣的這個習性 臺灣人因為失性的垃圾太多了 平常我們的廚儀或是果皮這些蔬菜 直接把它倒到馮化乳去燒 這對焚化乳的危害都很大 因為我們燃燒溫度不夠高 對 沒有辦法達到八百度 一千兩百度以上 如果到八百度 一千兩百度以上的話 那代曉心就會分解掉了 代曉心的量就會降低了 那對於肺腺癌的防治也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想整個從我們自己的生活上 都要改善 不是只有工業的污染要改善 我們自己整個生活上的這種 整個生活的習性 包括我一直說 大家很喜歡吃油炸的東西 那就剛醫師提到說廚房裡面油炸的 過程就會產生PM2.5了 對 對 那太香 太香 脈的香 它不是只有PM2.5 它更細的話可以到PM0.1 對 而且現在我們去年的研究發現 PM2.5跟你的肝癌跟乳癌的發生率 都有相關性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PM2.5進去不是肺癌嘛 為什麼會得到肝癌 會得到乳癌 其實這個意思是一樣的嘛 就是你PM2.5這麼小東西進去之後 它被血管帶走 肺部的血管帶走 第一步到來 第一步就達到你的心臟 所以他第一個就攻擊你的心臟 所以之前才會有人說 有一個那個那個先生 天天在那個那個外面的公園跑步 跑到最後竟然CAD 竟然心機梗塞 為什麼 因為他說下午四五點去跑 四五點比較涼啊 那時候車子震多 人家在下班 他又在跑大量心理 所以他認為 我們大家認為他吸進去很多的PM2.5 所以他說PM2.5 他到心臟之後 攻擊完心臟之後 又被血液帶走 到處跑 所以PM2.5 我們現在認為會增加你全身發炎的機率 所以我們以後會知道說 PM2.5會跟很多很多的毛病 都會相關的 所以人家才會說 為什麼我們發現說 PM2.5會引起癌症的發生 也會上升 因為癌症跟發炎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防治 所以剛才議員講了說 國家能做的 就是國家能做的 我們自己能夠做什麼 其實剛才那個今天有講過 就是你回家的時候 有沒有 先洗手洗臉 因為PM2.5會黏在你的身上 衣服也可以換掉一下 其實你可以多補充一些維他命D 維他命D 有很強的抗發炎作用 而且他會抑制你身體裡面 很多的那個致癌基因 這個東西其實如果各位想要再知道的話 做一下廣告 我明年1月會寫一本書 對 所以醫院1月會出版 就是會專門介紹說 你要如何用維他命D 來保護你自己的身體 好不好 好 這邊也要跟大家說 這是我們TVBS 第一次舉辦了小小醫師營 那麼這個小小醫師營 是在寒假的時候 我們遭受的對象是 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 兩個T次 一個是明年的1月29號 一個是明年的2月5號 那麼小小醫師營 就是讓小朋友從小 就養成有健康概念 而且有醫學概念 大家只要搜尋TVBS小小醫師 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我們健康2.0希望 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年紀大的 不要到年紀大再來關心健康 真的是要從小就養成 這才是比較好的 健康2.0希望大家都可以 擁有很好的肺 我們才敢勇敢的呼吸空氣 所以現在藍天白雲的那種空氣 真的是很難得了 好天氣的時候 多吸幾口或者到山上 也是一個不錯的 健康2.0 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